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 你们好 我是老胡 在多伦多向您问好 今天是2022年3月27号 奴隶2月25 星期天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新冠肺炎加拿大疫情数据 安省4名官员年薪过百万 多伦多房价炒不上去了 华人竟是加拿大最贫困的群体 Eat-Sinter近千人贸语排队抢月球表 加拿大非常接近希腊式破产 安省自由党承诺最低实行16元 东航MU5735坠迹事故最新进展 下面看一下具体内容 这是安省的疫情 3月27日 安省新增2215例确诊病例 今天死亡病例新增4人 累计死亡已经达到12401人 护院人数有553人 重症监护室有157人 在新增感染者中 未接种疫苗者为251人 接种2剂疫苗者是560人 接种3剂疫苗者是12006人 接种情况不明者198人 截止到昨天晚上 安省总共注射了3203万剂的新冠疫苗 12岁以上一级注射率已经达到92.8% 完全接种率为90.9% 截止到3月27日中午 全加拿大累计确诊大概是345万 比昨天增加4300多人 累计死亡是37400多人 比昨天增加20多人 累计之余是326万 现有确诊大概是136000多人 安省4名官员年薪过百万 安省2021年的阳光名单 公共部门信金披露法 于25日发布 记录了一些公共部门 雇员的收录情况 一些公职人员 2021年的年薪超过了100万元 安省电力公司的总裁 连续两年成为名单上 收录最高的人 高达162.8万元 这比他一年前的收录 多了近40万元 安省电力公司的 台电部门总裁和总运营官 薪资也都超过了百万 分别为152.3万元 和106.4万元 安省电力公司的首席项目官员 收录为101万元 独特在2021年的收录为 20.8万元 安省卫生医疗官幕2的收录 为23.5万元 多伦多市长庄德利的收录为 19.7万元 安省卫生部长 叶利亚的收录为 16.5万元 多伦多房价炒不上去了 一位多伦多地产经济支出 在过去之中 大多伦多地区的住房需求明显放缓 这可能是郊区和周边城镇 在过去两年房价增长过高导致的 一些房源 在1月份会有100多次的看房预约 而现在在四天内 一般只有5到6个看房预约 这是一个过渡期 并不实用于整体市场 但是房市正在慢慢变化 受多伦因素影响 多伦多和温哥好等主要城市 及其周边地区的挂牌代售的房屋的出售速度已经放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住房负担能力恶化 贷款利率上升 以及通货膨胀加速正在改变市场 在过去两年中 创纪录的超低抵押贷款利率推动 加拿大房价上涨 但是随着加拿大洋行三年来的首次加息 浮动利率盘升 住房需求正在降维 已经看到市场发生的转变 尤其是在低端市场因为对负担能力的担忧 阻止了首次购房者 而投资者已在高峰附近套现 只是因为利率还很低 所以买家还有一些负担能力 但这种负担能力将很快消失 央行加息将在一定程度上 护灭房市的火焰 不过多伦多仍然是一个卖房市场 但将不再看到房屋以高益市场价值的 莫名其妙的价格出售 华人竟是加拿大最贫困的群体 按照调查数据显示 华人是加拿大自由住房率最高的群体 在当下房价不断飙高的时代 一套房子几乎是一个家庭的全部资产 但同样也是调查数据显示 华人还是全加拿大贫困率最高的群体 尽管持续的疫情严重冲击了加拿大的经济和就业市场 但得益与联邦政府及时出台的辅助政策 令本国的贫困率非但没有升高 反而持续下降 可从数字上来看 少数族裔还是主要的贫困人群 而考虑到少数族裔的多样性 所以相关统计数据和专门进行了细分 加拿大三大少数群体的贫困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其中南亚加拿大人为7.5% 加拿大黑人为7.5% 而华裔加拿大人为9.5% 是所有族裔中最高的 Eaton Sinter近千人贸语排队抢月球表 3月26日多伦多Eaton Sinter门口 据说有近一千人贸语排队 只为购买一块320加币的手表 萌Switch月球表 据报道不仅是多伦多 这个周六全球各地的Switch门店都是人买为患 大批群人前来排队买表 这款月球表是瑞士制表商Switch集团旗下的奢侈品牌Omega 以及路门街手表品牌Switch联名推出的一款手表 之所以称它为月球表 是因为它是由美国预航员传戴的 而该月球表实际是一个系列 一共有11款代表了太阳水星金星地球月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明王星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这款月球表并不是限量版 以后将继续生产 因此提醒大家 真要购买这款表的话 不妨再等等 加拿大非常接近希腊式破产 Megna国际公司的创始人 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 加拿大并不能幸免于 阿根廷和希腊等面临的破产危机 我们的债务每天增加约4亿元 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担忧 一我们目前的速度 2021年 加拿大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币约为109% 这与希腊在接受数根钱的比例相同 加拿大欠的钱比我们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多 这绝不是一个好迹象 每个公民都能从骨子里感受到 这个国家不断增长的债务是一个问题 我们的政治领导人正往我们推入越来越深的债务之中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偿还我们所欠的债务 现在是排斥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路过付出的时候了 安省自由党承诺 最低实行16月 安省自由党领袖承诺 如果赢得6月的成选 塔面的政党将把最低工资提高到16月 以及设定地区最低生活工资 为提供10天带薪并假的企业提供补贴 自由党26日向党内的成员发布竞选时演讲 这是自由党今年首次党员们亲自参加的竞选活动 自由党将于2023年1月1日将最低工资 从每小时15元提高到16月 有倡议者称 生活公司在多伦多地区应达到每小时22月 同时新民主党承诺 在10月1日将最低工资涨到16月 在2026年上涨到20月 东航MU5735追击事故最细进展 东航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 举行新闻发布会 截止27日12点 现场共搜寻飞机残骸及碎片 累计33777件 消防救援人员后期将尽力收集飞机残骸 为后续事故调查提供支持 当天消防求救人员 在技术族指定的重点区域分度搜寻 人工挖筹以橙色援助状体 经确认为飞行数据记录器寻除单元 以通过当天的航班送往北京 此前 驾驶舱语音记录器 已23日被发现 至此 两部黑侠子全部找到 第二部 黑侠子数据 能够为事故原因分析 提供真实客观的证据 调查人员需要对两部记录议数据 以及现场勘察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研寒 此前 在距离追击现场10公里的一处农天 发现了实时飞机机翼脱落的部件 调查组还在腾县多个响人 发现实时飞机脱落的小部件 经过6天全力搜寻 事故 指挥部26日晚间确认 机场人员全无遇难 事故遇难者集体挨岛活动 在27日搜救现场举行 部分家属完成击败后 陆续离开 人生无常 转瞬即逝 好好的活着 活在当下 在生死面前 啥都不重要 唯一最重要的 就是能够活着与家人在一起 看一下汇率和天气预报 3月27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07.9元人民币 明天3月28日的天气预报 沃太华 零下6度到零下10度 多云 多零多 零下4度到零下7度 多云 温哥华 12度到7度 小雨 魁贝克 零下3度到零下10度 有雪 卡尔加里 9度到零下2度 照云 以上就是这次播报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